讲述真实故事,这里是霹里啪啦,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精彩内容。 寒风呼啸的三月,辽西大地仍笼罩在东的余威之下。 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在蜿蜒的公路上挤驰,车内坐着几位衣着朴素的中年人。 他们神情严肃,偶尔低声交谈,仿佛在讨论着什么重要事宜。 坐在副驾驶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,尽管黏过花甲,但他的目光依旧如炬,透过车窗不停地打亮着沿途的景象。 这位老者名叫月琪峰,今年已经65岁高龄。 就在不久前,他刚从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位置上调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兼省长。 按照惯例,像月琪峰这样的高级别官员调任,本该乘坐专机直飞沈阳。 可是,月琪峰却坚持要驱车前往,一路走走停停,细细观察辽宁的风土人情。 月省长,您这么大年纪了,何必受这奔波之苦,身旁的秘书李明忍不住劝道,于其中充满了担忧。 月琪峰闻言,嘴角微微上扬,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。 小李啊,我这个省长要是不下基层,怎么了解民情民意? 再说了,咱们不也能顺路看看沿途的风景吗? 这可比坐在办公室里看报告强多了。 李明听罢,不再多言,但心中却愈发敬佩这位新任省长。 正在此时,汽车驶入了一个小镇。 这是一个位于河北、辽宁、内蒙三省区交界处的偏僻小镇。 街道两旁的平房低矮破旧,行人寥寥无几,一派萧条景象。 老板,咱们在这歇歇搅拌,顺便吃个午饭,开了大半天车的司机。 小王提议道,声音里带着些许疲惫。 月琪峰点点头,好,就依你。 趁这个机会,我们也看看这个小镇的情况。 汽车缓缓停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饭店门前。 几人刚下车,派打着身上的尘土,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。 只见几名身着警服的人正在训斥一位沟楼的老大爷。 那老人颤颤巍巍地站在路边,身前摆着一些杂货,看样子是在做些小本生意。 这种地方也敢摆摊。 赶紧给我滚蛋。 一名警察粗暴地推丧着老人,于其中充满了不屑和轻蔑。 月琪峰健壮,眉头顿时紧皱。 他刚要上前询问情况,李明眼急手快,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。 月省长,咱们还是先吃饭吧,别惹麻烦。 李明压低声音说道,生怕引起那些警察的注意。 月琪峰沉默片刻,最终点了点头。 几人走进饭店,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,点了几个家常菜。 正等着上菜时,那几名警察也走了进来。 老板,快点,给我们几个来几个硬菜。 为首的警察大声嚷嚷着,完全不顾及其他时刻的感受。 饭店老板连忙点头哈腰,满脸谄妹,好嘞,马上就来,您几位稍等。 月琪峰等人看在眼里,心中不禁有些不快。 没过多久,警察们的菜就上来了,香气肆意,而月琪峰一行人却还在等待。 老板,我们的菜呢,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李明忍不住问道。 饭店老板瞥了他们一眼,语气不善地说,急什么? 没看见我在忙吗? 月琪峰深吸一口气,平静地说,老板,我们是先来的,按理说应该先上我们的菜吧。 这话引起了正在大快朵移的警察们的注意。 为首的警察放下筷子,慢悠悠地走过来,居高临下地看着月琪峰,老头,你这是不满意啊。 月琪峰不卑不亢地回答,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 警察冷笑一声,眼中闪过一丝轻蔑,你知道我是谁吗? 我可是本地公安局的。 你要是不满意,现在就可以离开。 李明见状不妙,连忙打圆场,警察同志,我们没有别的意思,就是想尽快吃碗赶路。 警察却不依不饶,目光在几人身上扫视,你们是哪来的?干什么的? 月琪峰沉声道,我们是去沈阳办事的。 办事,警察眯起眼睛,于其中充满怀疑,什么是这么着急? 该不会是做什么违法勾当吧? 月琪峰正要解释,一旁的警察突然大喊, 头,我刚才看见他们的车里有公文包,警察头子眼睛一亮,露出狡黠的笑容。 哦,带着公文包,肯定有问题。 来,跟我们走一趟。 就这样,月琪峰和李明被强行带离饭店。 司机小王想要阻拦,却被其他警察拦住。 眼看着新任省长和秘书被带走,小王的心里顿时急如热锅上的蚂蚁。 在派出所里,月琪峰和李明被粗暴地靠在暖气片上。 警察们开始翻查他们的公文包,毫不顾及里面文件的机密性。 这些文件是什么? 为什么有这么多政府文件? 警察质问道,于其中充满了咄咄逼人的意味。 月琪峰依旧保持着镇定,平静地回答,这些都是公开的文件,没有任何秘密。 警察显然不信,不可能。 你们一定有问题。 说,到底是干什么的? 面对警察的无理质问,月琪峰选择了沉默。 这更激怒了警察。 一名警察抬手就要打月琪峰。 李明健壮顾不得许多,连忙喊道,住手。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? 警察冷笑,管他是谁。 在这儿,我说了算。 说着,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落在了月琪峰的脸上。 老人的脸颊顿是红肿起来,但他的眼神依旧平静,仿佛早已看透了世间的一切。 与此同时,在饭店外焦急等候的司机小王察觉到情况不对。 他四下张望,确保没人注意到自己,然后悄悄拨通了一个电话,喂,是省委办公厅吗? 我是月省长的司机小王。 出事了,就在月琪峰即将遭受更多暴力时,派出所的电话突然响起。 接电话的警察脸色瞬间变得惨白,冷汗直冒。 神,什么? 新任省长,警察结结巴巴地说道,目光中充满了惊恐,不可置信地看向月琪峰。 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,在短短几个小时内,在整个辽宁省引起了巨大震动。 省委书记亲自带队,火速赶到现场,将涉事警察全部停止查办。 面对众人的关切,月琪峰却婉拒了宋一的建议,执意要继续赶赴沈阳吕欣。 当晚,他不顾路途劳顿,主持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,严厉批评了基层存在的不正之风。 我们要以此为戒,深入整顿基层风气,月琪峰语气坚定,目光如炬,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位干部,任何滥用职权,欺压百姓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。 我们是人民的公仆,不是人民的主人。 会议结束后,月琪峰独自站在办公室窗前,望着灯火阑珊的沈阳夜景。 他知道,前路艰辛,但他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。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,月琪峰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。 他捂着胸口,脸色瞬间变得苍白,身子摇摇欲坠。 警察们看到这一幕,不由地停下了动作。 喂,老头,你别装病了。 一个警察狐疑地说道,于其中却也带着一丝慌乱。 月琪峰却已经说不出话来,只是痛苦地喘息着。 李明急得大喊,快叫救护车。 他有心脏病,警察们面面相去,不知所措。 就在此时,派出所的门被猛地推开,一群鹤枪实弹的武警冲了进来。 为首的是一位中年男子,神情严肃。 都不许动,中年男子力声喝道,我是省公安厅厅长,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好事? 警察们顿时慌了神,纷纷放下手中的武器。 中年男子快步走到月琪峰身边,关切地问道,月省长,您没事吧? 月琪峰缓缓直起身子,脸上的痛苦神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他微微一笑,说道,我没事,只是想看看这些人还能做出什么事来。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。 原来,月琪峰方才的并发不过是一场戏。 这位老省长用自己的方式彻底暴露了这些警察的丑陋嘴脸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,月琪峰开始了雷厉风行的改革。 他亲自下基层调研,走访了辽宁省的每一个县市。 他的足迹遍布工厂、农村、学校,甚至是偏远山区。 每到一处,他都仔细倾听群众的呼声,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。 月琪峰的执政风格很快在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。 他废除了许多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,简化了政府办事流程,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。 他还严厉打击腐败,多名贪污受贿的官员被绳之以法。 改革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 一些既得利益者开始暗中使绊子,试图阻挠月琪峰的改革。 他们散布谣言,说月琪峰是在搞政治秀,根本不了解辽宁的实际情况。 面对这些质疑和阻挠,月琪峰并不气馁。 他继续坚持自己的工作方式,每天早出晚归,带头深入基层。 他常说,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对得起人民,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 月琪峰正慷慨沉刺,突然,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,一群鹤枪实弹的武警冲了进来。 不好意思,月省长为首的武警说道,我们接到举报,说有人冒充您,混进了省政府。 会议室里顿时一片哗然,与会的官员们面面相去,不知所措。 月琪峰却面不改色,缓缓站起身来。 同志们,他环视四周,目光如炬,看来,我们的工作还任重道远啊。 武警们愣住了,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月琪峰继续说道,这位同志,你们接到举报很好,说明我们的群众监督意识在加强。 但是,你们有没有想过,为什么会有人怀疑我是冒充的? 武警队长支支吾吾,说不出话来。 月琪峰语重心长地说,这恰恰说明,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好。 群众对我们不了解,对我们的工作不信任。 从今天起,我要求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要深入基层,接地气和群众打成一片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。 月琪峰继续说道,今天的这个插曲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。 我们要反思,为什么会有人怀疑省长是冒充的? 是不是我们平时离群众太远了? 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方式出了问题? 他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,与其坚定而诚恳。 从今天起,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走出办公室渗入基层,倾听群众的声音。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。 这场特殊的会议在一片沉思中结束。 当天晚上,月琪峰的讲话精神就传遍了整个辽宁省。 许多干部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作风,纷纷表示要向月省长学习,真正为民服务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月琪峰的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 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正风,严厉打击腐败,推动减政放权。 他还亲自带头走访贫困地区,了解群众的实际困难。 有一次,月琪峰来到辽宁省最偏远的一个山村。 这里交通不便,经济落后,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。 月琪峰走进一户贫困家庭,老两口正在院子里劈柴。 老乡,我是来看看你们的月琪峰微笑着说,能跟我聊聊你们的生活吗? 老两口愣住了,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省长。 慢慢地,他们打开了话匣子,诉说着生活的艰辛。 月琪峰认真的听着,不时点头,还拿出笔记本记录。 临走时,月琪峰握着老两口的手说, 放心吧,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改善你们的生活。 回到省城后,月琪峰立即召开会议,研究解决山区贫困问题的对策。 他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,要求各级干部深入实际,因地质疑的制定扶贫方案。 月琪峰的这些举措很快在全省产生了积极影响。 经济增速明显提高,民生工程有序推进,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。 他的政绩得到了中央的肯定,被誉为最接地气的省长。 然而,改革总是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。 一些既得利益者开始暗中使绊子,试图阻挠月琪峰的改革。 他们散布谣言,说月琪峰是在搞政治秀,根本不了解辽宁的实际情况。 面对这些质疑和阻挠,月琪峰并不气馁。 他继续坚持自己的工作方式,每天早出晚归,带头深入基层。 他常说,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对得起人民,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 一年后,辽宁省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。 那个曾经发生冲突的小镇,如今已经焕然一新。 街道整洁了,商铺林立,人来人往。 曾经刁难月琪峰的警察们,经过严厉处分和深刻教育后,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。 他们时刻紧记着那次教训,工作作风有了极大改善。 小镇的百姓们渐渐发现,警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官, 而是真正为民服务的人民警察。 那位曾经被警察欺负的老大爷,如今每天都能安心地在街头摆摊, 警察还会主动帮他看管摊位。 月琪峰的改革在辽宁省掀起了一场持续的廉政风暴。 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态度和方式。 有一位基层干部在接受采访时说, 月省长的经历让我明白,无论职位高低,我们都应该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所在。 在一次省政府工作总结会上,月琪峰回顾了自己上任时的经历。 他说,那次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, 我们的工作必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。 任何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行为都是对人民的背叛。